一,一,绿茶可预防肝病,二,胖大海泡茶不宜长期饮用,三,感冒不宜喝酷丁茶,四,胆固醇高者少吃鱿鱼,五,海蛇皮能缓解高血压,六,食肉过多对身体有害,七,骨折出气不宜喝骨头糖,八,常喝豆浆有益健康,九,豆浆不宜与红糖鸡蛋同饮,三,白酒不宜代替料酒做菜, 二,十一,深呼吸可能不利老年健康,十二,老人成年一先进食,十三,运动后可喝杯牛奶,十四,多喝水能防肾结石,十五,睡眠充足才有益健康,十有,情绪不畅会导致二病,十七,手机贴膜可能会伤害眼睛,十八,员工不宜在办公室吃午餐,十九,午睡有助于预防关心病, 二十,不宜用被水煎药,三,二十一,服药不宜加糖,二十二,不能用浓度为95%的酒精消毒,二十三,日照每天过三小时才算健康住宅,二十四,破损瓷砖辐射降大,二十五,卧室窗户流风有助于睡眠,二十六,清晨不宜开窗通风,二十七,热水袋比电热糖更易健康, 二十八,不宜用塑料袋保存果蔬,二十九,筷子最好半年换一次,三十,牙银出血,要尽快更换牙刷,四,三十一,正确刷牙,比选择牙膏重要,三十二,体床不宜马上叠被子,三十三,刷被子不能拍打,三十四,空腹不宜喝蜂蜜,三十五,喝蜂蜜可解酒,三十六,早喝盐水, 晚喝蜜,三十七,素食更适合中国人,三十八,海大克预防高血压,三十九,凉水洗脸好处多,四十,刷牙以用温水,五,四十一,洗脚以用热水,四十二,脚还容易感冒,四十三,干脚食物可防止大脑老化,四十四,上午晒太阳有利于冬季健康,四十五,翘儿狼腿会影响健康, 四十六,戴帽子不宜过紧,四十七,长梳头有益健康,四十八,长时间微笑有利健康,四十九,强忍勒水等于慢性自杀,五十,小便吃咬紧牙齿有益健康,五十一,打喷嚏吃不能捂嘴,五十二,早晨一杯水很重要,五十三,白开水抽过三天不能喝,五十四,晚饭后两小时饮用 酸奶最佳,五十五,不宜空腹喝酸奶,五十六,喝完牛奶最好喝口白开水,五十七,每天一杯咖啡好处多,五十八,咖啡要趁热喝,五十九,酒后喝咖啡一发高血压,六十,喝下午茶有益增强记忆, 不宜用保卫杯喝茶,七,六十一,冬季养生已多时热粥,六十二,冬季洗澡次数不宜多,六十三,冬季不宜长期待在温暖房间,六十四,冬季不宜长时间停留在雾气中,六十五,冬天不宜保卫金单口照用,六十六,冬天早晨不宜洗头,六十七,健身节运身很重要,六十八,运动损伤,因冷处理, 六十九,不行适量能使大脑更年轻,七十,不行最有利于多老年人健康,八,七十一,吃海鲜不宜喝啤酒,七十二,吃鱼能保持血管年轻,七十三,鱼刺卡侯不宜促疗,七十四,饭菜不宜趁热吃,七十五,多吃黑色食物可不甚,七十六,多吃郁腻好处多,七十七,不宜吃开口的糖 糖炒板素,七十八,炖鸡汤不要先放盐,七十九,发烧食不宜食用鸡蛋,八十,茶叶蛋不宜多吃,九,八十一,满头比米饭更易补心,八十二,煮粥和烧菜不能放浅,八十三,粽子的营养全面,八十四,吃葡萄有利于护肝,八十五,吃草莓有助于防辐射, 八十六,甘蔗被称为补血果,八十七,多吃核桃有益心脏,八十八,花生具有抗衰老作用,八十九,常吃花生可预防感结石,九十,常吃生花生可缓解为病,三,九腰,醋套花生可以软化血管,九十二,西瓜不宜长时间存放冰箱,九十三,肾病不宜食杨桃,九十四,香蕉是廉价减肥药, 九十五,菠萝可以护卫,九十六,芒果保健作用大,九十七,烂水果不烂部分也有毒,九十八,水果不如蔬菜有营养,九十九,苹果营养全面,一百,苹果可降血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